7月1日亚特兰大联储局当前的GDP预测指标显示 第二季度是负的1% 而美国第一季度的经济下降了1.6% 行业认为如果预测准确 当前情况将符合衰退的技术定义 美联储的经济增长部门因此警告 美国经济走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了 之前华尔街经济学家认为 至少到2023年才会出现经济衰退 然而亚特兰大的GDP跟踪指标的反馈并不乐观 行业认为由于亚特兰大联储GDP追踪器 此前有良好的预测成果 因此这个指标值得警惕 最初的第二季度GDP估值 将在7月下旬发布 纽约数据追踪专家克拉斯告诉CNBC 当日期更加接近GDP数据发布的那天时 预测数据会更准确 6月27日亚特兰大联储的预测仍然显示 第二季度GDP增长的速度可能是增长0.3% 但是本周的数据显示消费支出和经通胀调整后的国内投资进一步疲软 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此前警告说 为了抑制通胀 美联储不能确保经济软着陆 当局将不惜代价的降低通胀 直到通胀指标恢复正常水平 克拉斯评论说 由于经济增长前景放缓 许多投资者涌入购买美国国债 但股市没有平息波动的迹象 因为投资者高度担心美国经济会迅速降温 随着投资者抛售风险资产 加密货币产业也损失了大量市值 在今年第二季度 比特币损失了大约58%的价值 达成了2011年以来最糟糕的季度表现记录 整个市场蒸发了1.2万亿元 美国股市标普指数 创下了1970年以来最差的上半年表现 这是因为许多投资者认为 目前市场上的通胀与经济冲击 比预期的更加持久 全球经济衰退预期增加 科技股与非必需消费品的板块 受到的影响最多 而银行指数也受到冲击 综合来看 能源股在上半年表现最佳 原因是能源价格受到俄乌战争影响 持续上涨 曾经成功预测2008年危机的 知名对冲经济经理人博里 警告说 目前金融市场的暴跌 只是进行到中途 而企业接下来还会看到收益下降 目前华尔街仍然有乐观的观点认为 市场在今年接下来的时间里 仍然有复苏的可能 因为有历史数据显示 如果市场在上半年下跌超过15% 下半年有反弹的希望 而居高不下的通胀和美联储的 下一步鹰派政策 会抵消潜在的反弹动力 市场分析师绍尔说 目前的波动只是进展到一半 我们还没有看到任何迹象 表明天气即将好转 脸书的母公司麦达 近期大举削减招聘计划 麦达指出 预计今年招聘工程师的计划 将削减至少30% 根据麦达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 在公司内问答活动中的声明 目前企业的压力快速增加 员工需要为一次 史上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做好准备 他说希望加大对企业员工的压力 我会说这可能是近年来 我们看到的最严重的衰退 有一些人可能会被裁员 如果有员工认为麦达不适合自己 那么可以自己选择离开 6月30日麦达宣布对工程师的招聘计划 削减了三成 从招聘1万名工程师的计划 下调到6000至7000人 此外企业还会根据业务需求 评估人才储备 根据财年给出的支出预期 来判断人力需求 中共中宣部近期声称 中国农村出现了返乡创业潮 有1120万人返回家乡创业 此外当局还宣称将继续推动 大中专毕业生返乡创业 对此有分析人士认为 大量人口返乡 实际上无法解决事业潮 也会造成社会动荡隐患 根据中共农业农村部副部长 邓小刚的说法 1120万人返乡创业后 每个主体能带动6-7人稳定就业 15-20人灵活就业 下一步将鼓励退伍军人 科技人员和大中专毕业生 加入返乡创业 行业估计由于今年的大学毕业生 多达1000多万人 青年失业率可能会在7-8月份 攀升到23% 此外即使有工作的人员 也面临着待遇下降的局面 近期云南省昭通市 精神卫生中心医生们披露 他们被上级部门追讨 过往5年的夜班费 及绩效工资 总额多达1000多万元 当局回应称 这笔费用属于违规发放 因此需要收回 对于返乡创业的消息 有大陆民众在社交媒体透露说 很多人有一个误区 就是以为返乡创业 回去就可以创业了 现实情况是返乡了也创不起来 道理也很简单 现在地方经济主要还是靠裙带 靠资源 靠社会关系 如果是要什么没什么的普通人 根本排不上 此外什么叫创业 必须定义一下 摆地摊卖小吃算不算创业 现在的现实情况就是 农产品滞销 农民特别穷 如果返乡者没有足够资源和能力 返乡也不能创业 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 中宣部所谓的返乡创业 能制造工作 带动就业 实质上只是画大饼 主要目的是为了让失业人口有个幻想 以为回乡就能创业了 就会有工作了 但是如果大量人口就无法就业 大量无业人口会引发社会动荡 增加不稳定因素 也会导致中国各地民众的生活质量进一步下降 今年的7月1日是香港移交主权25周年 分析认为香港的经贸开始前所未有的依赖北京政府变得孤立 根据1997年北京与英国签署的协议 香港需要保持其资本主义制度50年 这帮助许多外资安心驻扎在香港 使其成为世界顶级金融中心之一 但是自从中共在香港推行国安法 当地的运营环境高度下滑 一所拥有近300名员工的中型股票经纪人公司的执行官 埃德蒙胡说 现在香港的市场有了巨大的转变 他告诉法新社 现在基本整个市场都是中国的资本来支撑股市 今年中国公司已经占据香港市值的80% 香港中文大学经济学讲师因违宪之出 在1997年香港能够扮演重要中间人的角色 现在每个人都对香港的北京背景有所怀疑 如果贸易伙伴不再认为香港是中立的中间人 那么信任可能会消失 原香港有限财经台台长严宝刚认为 如果没有资讯和新闻自由 香港就不会是一个国际金融都市 他告诉自由亚洲 金融中心如果没有资讯和新闻自由 投资者难以掌握资讯的真实性 做出投资前可能受到不必要的政策干扰 上一年港股表现明显跑输欧美 这是因为投资者已经做出了选择 受到经济增长放缓的影响 腾讯、字节跳动等多家公司 传出了裁员的消息 波及人数可能达到数千人 根据多名公司员工的说法 腾讯已经开启了第三轮裁员活动 不少微信短视频团队、游戏团队 与内部游戏开发办公室开始裁员 此外北京腾讯云雀公司也传出了暴力裁员的消息 有内幕人士表示 由于腾讯云雀不想支付赔偿 整个业务组被以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为理由裁掉 裁员通知到个人后 不管员工是否签字 企业都会收回所有权限和设施 如果员工不签字 也不会发放工资 华尔街日报引用知情者的话说 本次腾讯的裁员将波及核心业务 影响到中高级的管理人员 预计在今年年底之前 裁员计划会波及不同的业务部门 此外字节跳动也传出了新一轮裁员消息 企业员工说 由于教育领域的需求差 教育部门将进一步裁员3000人 最后将保留近1000名员工 运营面向成人教育 以及专注于智能设备的业务 知情者也称 Bilibili公司也一直在削减员工 企业从5月份开始了本轮裁员 波及的部门主要包括游戏和直播 观众朋友 关于今天的新闻内容 欢迎您在频道下面留言 发表您的看法 我是李源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